再把交亭转向姆洛哥南部 在当地时间8号的23点11分 发生了七级强症 目前造成至少632个人死亡 另外有多达300多个人受伤 接近镇央的大城市马拉喀什 有多栋建筑物严重损毁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强症过后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另外是世界遗产的马拉喀什老城 有房屋倒塌遍地瓦砾 有汽车被巨大的石块给扎中 甚至被埋于瓦砾堆下 损毁严重 在地震发生时 姆洛哥首都的拉巴特 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奇等多地 震感明显 当地的嫌疑中心 就呼吁民众要踊跃现险 在正央位置是位于马拉喀什 新南方大约71公里处 震阵深度是在18.5公里 姆洛哥当局将这场强震列为是7级 但是美国地质调查局 将地震列为是6.8级 并且这是1960年以来 当地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在震后的19分钟之后 还监测到一次4.9级的余震 并且